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务护国家安全法正式颁布实施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警务处前处长邓敬成近日接受中心的专访时表示 香港国安法已开始发挥作用 但想令社会完全恢复如常 却非以朝一夕之功 希望所有港人好好利用这部法律 真正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7月1日是香港国安法生效的第二日 但仍有部分激进示威者走上街头 参与非法集结和暴力活动 香港警方拘捕约370名非法示威者 其中10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我们千万不会期望国安法立法以后 香港马上变天 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看到到街上 示威堵入的人比较穷钱已经小多了 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很高兴看到警方已经很迅速的引用这个国安法 也加强他们的在街头处理这个细微暴力的情况 在香港国安法开始实施以前 有不少祸港组织纷纷解散 有些祸港分子也纷纷改口 在邓进城看来 香港国安法组合效果已初步显现 但想让香港恢复到以前的瓶颈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心里面还希望利用暴力来追求他们完全不合法 不合情 不合理的所谓梦想 应该再好好地坐下来想一想 为什么要做一些想害其他人 还要自己要付上非常严重的法律的后果的事情 希望香港的市民大众都是当警方的言跟耳耳朵来帮助警方在警务消息的收集方面多做点功夫 虽退休近10年 但邓进城一直关心着警队的发展变化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警务处随之成立国家安全处 邓进城认为 接下来有关部门的工作重点应围绕情报收集 和更好的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服务开展 警队需为国安委提供更多资料 令其对香港维护国安的情况有全盘掌握 为开展工作提供依据 同时 邓进城也强调 改变目前的社会状况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中人人有责 实际上是人人有责的 香港的司法部门从法律方面 给香港警队足够的法律依据 来进行他们维护香港安全的任务 其他的部门 比方说教育局 学校 老师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对帮助年轻人加强他们的对爱国 爱港的意识 都有很大量的工作去做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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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